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這一段 其實也是這個月可以說是最熱門的一段 就是追尋教宗還是跟從教宗 十二月一般都說是聖誕節 其實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 從十一月中開始 就開始到處都布置聖誕樹 尤其今年是三年以後的第一個聖誕節開放 疫情以後的開放 到處你看都張燈結彩 光是台北街頭 我不曉得有沒有去看過 台北街頭現在很熱鬧 板橋那個更是大 現在大家都在比大比亮 好像想把這個疫情 藉著聖誕節一舉地讓好信息過來 聖誕節其實大家慶祝的是耶穌的降生 那我們就從耶穌的他的老家拿撒勒開始 耶穌雖然不是誕生在拿撒勒 他誕生在伯利恆 但是他的祖籍是在拿撒勒 那我找了一些資料 找了一些圖 我們先看 拉撒勒到底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 拉撒勒在左下角 左下角大概七點鐘的方向 是一個很小的村落 我去過那邊人很少 人非常的少 而且這個人數可能跟耶穌在的時候 沒有多很多 大概現在差不多三萬人左右 而且這三萬人當中 真正屬於的猶太人 或者以色列人只佔了百分之二十 很少 拉撒勒大部分是什麼 大部分是所謂的阿拉伯人 那麼你也可以說是 聖經旧約講的原住民加難人 他們世世代代住在那邊 而且只有百分之二十的 所以猶太人當中的基督教 那更是少之又少 百分之八十是穆斯林的人 那麼我們能不能想像到一個 這麼少人口 這麼小一個村莊 耶穌從那邊出生以後 那麼後來從這邊出發 三年半的時間 走完了大概三分之二以色列 以色列有多大呢 以色列大概比台灣大 就等於台灣的三分之二 他走完了三分之二的以色列 然後呢他被釘在十字架上 可是這麼一位只有三年半的人 到現在為止 還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 他沒有什麼豐功偉業 他不是什麼王 他也不是什麼學者 都不是 可是他卻是人類史上 研究最多的一位 我們今天就來看 聖誕節要紀念的這一位 也是我們信仰的主耶穌基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下面四張圖 左邊的是他在斯坦山那邊開始 然後接著是他醒角的圖 你看那個圖密密麻麻醒角的圖 這邊一共有八個 一共到十四個 三年半 三年半他從斯坦山開始 接著 就開始 拉撒了到了加拿 加拿 加拿就是右邊第二個圖 加拿婚宴的圖 這張圖非常有名 加拿婚宴第一個是水變酒的地方 右邊到了加百龍 然後到了博塞大 到了格拿森 很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的 有幾乎都留下了他的腳踪 雖然已經過了兩千多年了 還是留下了很多的腳踪 因此怎麼樣 因此就發生了一件事 什麼事呢 每一年有數百萬人去追 去追這個腳踪 我們就要去追尋他的腳踪 然後三年半以後 復活以後 又案例了 案例了彼得 接了他的職務 這個腳踪全都存在 所以不斷的 不斷的怎麼樣 就有很多人去追尋 我有個朋友 他最近去了 家人這一次大概去了七趟 可以說蠻多的了 去了七趟 我上的去已經是十年前了 他不斷的去追尋 而且越追尋腳踪越細 他會細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他到加百隆 去看彼得當時住的地方 已經挖掘出來了 彼得住的地方 三十坪左右 那個地方我也去過 他看得更細 為什麼 他已經去了六趟 他不斷的在追尋 不斷的在追尋 每次回來他都說 哇好震撼 好震撼 每次跟我講話都是好震撼 然後他每次去 一定要去哭牆 然後呢 一定要去看西西加水道 西加水道 從三千年前到現在為止 那是亞述打西加時候 所挖掘出來的水道 這些都有著主耶穌的腳踪 那麼這麼被完整的留下來 而且呢 好像是昨天發生過的 那麼每一次每一次 這些腳踪他留下來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為什麼主耶穌會留下這麼多的腳踪 這麼多的行蹤 這麼多的行蹤 我們可能沒有幾個看過秦始皇的行蹤吧 沒有啊 秦始皇留下給人最大的是什麼 逼馬俑而已啊 對不對 秦始皇走過的路 沒幾個人知道 可是主耶穌走過的路 那麼多的人知道 為什麼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分享為什麼 那麼他說他每次去都看到很多人在那邊很感動 在那邊哭泣在那邊默想 尤其我們看上圖這個哭牆 每次去他都好像不同的人都在做同樣一件事 對著那邊哭牆又是塞紙條又是哭泣 為什麼 我給各位看下面這張圖 這只是我找出來的十分之一 這十分之一 我們從左邊開始 我比較有系統的做了一個整理 左邊是大衛之心 主耶穌降生的當天的晚上 當然不是那一顆心 這是畫家筆下的大衛之心 再來往左邊看 伯利恆 伯利恆你們可以看到 耶穌降生的地方就是在那個洞的下面 還有地下室 我也去過人山人海 右邊的加拿婚宴 再來加利利河邊 我們剛剛讀的聖經 讀的經文 主耶穌在 在召集了 征召了他們那些 從彼得開始 再來是加百龍的會堂 然後我們再看左邊下面的博曬大 博曬大一隻好蝦子 再來八福山 論八福 然後在格拉森 格拉森這個你看旁邊還有很多豬 三千頭豬 就是因為蹲著那個 然後他被鬼附的跑到豬裡面去 三千頭豬就跳到海裡面淹死了 大家知道嗎 以色列人是不吃豬肉的 這些豬是給誰吃的 給格拉森人吃的 格拉森是非以色列人 他們吃豬肉的 右邊是撒瑪利亞 撒瑪利亞是什麼 耶穌跟他婦人 坐在井旁邊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是撒瑪利亞人 撒瑪利亞人頭上戴頭巾跟以色列人戴的不一樣 撒瑪利亞人到底是不是猶太人 是個很大的爭論 因為撒瑪利亞後來是一個移民的大熔爐 所以撒瑪利亞人 人家說撒瑪利亞人大概 我們現在看到右邊 第二個是撒瑪利亞這個地方 真的撒瑪利亞人只剩下七百個人不到 就真正的存種撒瑪利亞人 七百個人不到 是撒瑪利亞人 當初耶穌到了那邊去 我們再回頭看 左邊有個聖殿模型 這聖殿模型跟當年 主耶穌在被定十字架請的那一個星期 那個聖殿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中間是耶路撒冷 遠眺的耶路撒冷 再來感南山 感南山 這個耶穌最後一頁在那邊去祷告 那棵樹現在還在 再來是鞭打堂 耶穌被鞭打以後 背著十字架出來鞭打堂的地方 現在就蓋了一個小教堂 那麼 右邊那個我們最後再看 我們再看左邊 我們看左邊 馬可樓 耶穌吃飯的地方 耶穌的腳中也在那邊 馬可樓 為什麼叫馬可樓呢 因為這是一個餐廳 一樓呢 一樓呢 一樓居然放了一個關就 是大衛廷關的地方 現在還放在那邊 但是沒有人知道裡面 大衛的骨骸是否在 你們不知道 但是二樓 這個馬可樓呢 據說是馬可的姑姑開的 所以最後晚餐的地方 在這邊 再來 哥哥他的骷髏地 耶穌訂十字架的地方 再來看 下面這兩個 一個叫花園種 一個叫聖木堂 這兩個據說都是耶穌的坟墓 這兩個地方我也都去過 那麼但是一般以聖木堂 他們認為耶穌被葬的這個地方 可靠度比較高 花園種呢 那麼也是變成一個景點 最後 我們看了耶穌升天的地方 叫升天堂 這上面所有的地方 我都有去過 你們有很多照片 也是我以前拍的 弟兄姐姐 我們會不會覺得很意外 而且很驚訝什麼 耶穌留下了這麼多的教宗 難怪每年有數百萬的人去怎麼樣 去追尋這些教宗 任何一個教宗 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那邊停很久 有人在那邊哭泣 有人在那邊禱告 當然大部分是基督徒了 猶太人是沒有人去追這些教宗的 追這些教宗的 兩個 一個天主教 一個基督教 那麼原來三年前我們 我們已經又要去了 我們連那個 團費的定金都繳了 去的前一週突然間就停了 這一停就是三年了 很希望下一次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去追尋一下 去追尋一下耶穌的教宗 去看一下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都值得去 什麼是追尋教宗 12月這個月可能各位不曉得 是以色列第一次開放 三年以來第一次開放 正式開放 人山人海 那麼所有的酒店都滿了 為什麼 因為只剩下馬朝了 就跟當年耶穌上策一樣 酒店都滿了 所以大家為什麼要去追尋教宗 追尋教宗是什麼意思呢 追尋教宗 就是平掉一個人的一身 一身作為 也就是去紀念一個人的 一身的豐功偉業 所以我們看 是不是大家覺得不可惜的一件事 一個從拿撒勒出來的年輕人 三十歲 開始出來三年半 然後無罪之聲就給他定了十字架 如果這位不是神 沒有任何理由能夠再寫這個人到底是誰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在追尋這個教宗 在追尋 但他們追尋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追尋的目的是去平掉這個人 他們不是用神的角度去追尋 他們是用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子去追尋 所以現在 出來了越來越多的 耶穌當年的教宗越來越多的 又被挖掘了出來 那麼追尋的目的是怎麼樣 是說明了一件事就是 道成肉身的故事 我必須要說道成肉身的故事 除了我們基督徒 加上天主教徒 相信人並不多 大家都認為第一這是童話故事 或者這是你們基督徒的自我催眠的故事 他們不相信這是一個 神變成人道成肉身的故事 他們並不相信 為什麼不相信 所以他們拼命去追尋這個教宗 從這個教宗想要發現到一些事情 我剛剛講 客殿已滿 馬朝上有空位 這是什麼 這是當年主耶穌還沒出生之前 他的肉身的父親約瑟 帶著他的肉身的母親瑪利亞 跑到了拿撒勒 客殿已滿了 對不起 到了伯利恆 到了伯利恆 所以今天是疫情過後的第一個開放的聖誕節 耶路撒冷的酒店 你們知道什麼時候就訂滿了嗎 九月就滿了 九月已經全部爆滿聖光空前 讓人家不就想到 原來當年耶穌上策的狀況就是這樣子了 左邊這個圖是什麼 是耶路撒冷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酒店 滿了 就跟當年約瑟帶著馬利亞 要回伯利恆上策一樣 客殿已滿 遊客怎麼樣 你去住馬巢吧 去體驗一下耶穌 當年這個誕生時候的狀況 這個的情景 但是所有去追尋的 包括我這個朋友 他每次回來他會問我一件事情 他說 為什麼聖經裡面沒有記載耶穌是哪一天生的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沒有 聖經真的沒有記載 你找不到 所以 12月25號不是耶穌的降生 那是因為羅馬皇帝當時為了一個政治因素 訂了這個日子 因為12月25號是怎麼樣 是太陽城的生日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過 可是大家還是很納悶 為什麼聖經裡面沒有記載 主耶穌出生的時間 為什麼 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所有的歷史人物 所有的 古今傳所有的歷史人物 你去看 第一件事一定會把他出生的日期寫得很詳細 尤其我們在中國歷史 不但詳細出生的時候 要不然就是怎麼樣 突然間降農出來了 突然間他們家好像 好像要失火似的 整個家都紅光 對不對 都有好像穿著附會 但是沒有 我們主耶穌沒有 所以我這個朋友又問一次 為什麼聖經沒有記載 為什麼 為什麼 聖經沒有記載 答案是在聖經裡面 聖經會告訴你 為什麼他不記載 主耶穌的出生 主耶穌對西門彼得說 來跟從我 這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讀的 主耶穌跟彼得說 過來跟從我 主耶穌也對安德烈說 來跟從我 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 主耶穌說 菲利說 來跟從我 主耶穌又對誰說 又對約翰 對亞克說 來跟從我 還有呢 主耶穌對那富有的少年人說 來跟從我 聖經記載的是這個 所以主耶穌是要我們去跟從他的腳跡 不是去追尋他的腳跡 主耶穌不是要我們去追尋他的身 是要跟從他的死 所以聖經也沒有主耶穌出生的日子 只有主耶穌定十字架的日子 這就是答案 所以我跟我的朋友講 我說你要看 為什麼聖經沒有記載 你從四福音書 可以找到答案 我們剛剛還讀到 比如說在 剛出來的時候 在加利利各地 很多人說 很多人去跟著他 那些跟著他的 跟從他的 是不一樣的 跟從他的時候 我也想得到一病 得到吃的 尤其主耶穌從 從這個山上下來以後 登山保訓下來以後 好多人跟著他 主耶穌問他們說 為什麼跟著我 我們跟著這個人 從有幾個原因 跟著他升官 跟著他發財 跟著他有吃 跟著他有喝 對不對 大哥有小弟 為什麼大哥有小弟 大哥給他們發錢 是小弟跟著他 可是 主耶穌對這些人說 來跟從我的時候 是什麼都沒有 我們大概在從後面可以看到 這些人跟從主耶穌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也是你們沒有記載 但是越來越多靠下發現到 這些人跟著他 是太不可思議了 什麼是主耶穌的腳蹤啊 主耶穌自己講過一句話 他湖裡有洞 天上飛鳥有窩 但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主耶穌的腳蹤是在各地傳福音 所以現在的腳蹤 你看的地方都是主耶穌傳福音的地方 所以主耶穌的腳蹤是什麼 主耶穌的腳蹤是一個傳福音的腳蹤 所以主耶穌的腳蹤 他不是在某一個地方 因此他忙得沒有時間去睡覺的 到了晚上他傳福音以後 他晚上還要到曠野去祷告 所以什麼才是主耶穌真正的腳蹤 我們現在所追尋所看到 尤其到了復活節 聖誕節大家比較喜歡去看 主耶穌降生的地方到加利利 可是到了復活節 去看另外一種腳蹤 去追尋什麼 追尋他十三站 我們叫苦路十三站 這十三站裡面 每一站都是主耶穌被鞭打的痕跡 被鞭打的腳蹤 當然過去這幾千年來 天主教是很用心的 把苦路十三站裡面 每一站都把它標明下來 讓人家看到這是血淚斑斑的腳蹤 這個腳蹤其實也是主耶穌的腳蹤 所以什麼才是主耶穌的腳蹤 我們要先 我們去追尋主耶穌的腳蹤 我們去追尋主耶穌是什麼的腳蹤 我們現在看到是主耶穌留下來的一些痕跡 當你到了復活節的時候 我希望明天復活節 我再把一些所整理出來的照片再看 你們會覺得 觸目驚心 被鞭打的那些痕跡 被鞭打的血跡 都是主耶穌的腳蹤 那什麼才是主耶穌的腳蹤 什麼才是我們要去看 要去跟蹤的 我們看右邊狐狸躲在洞裡面 主耶穌說他連這個洞都沒有 他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在告訴我們 他的腳蹤就是在傳福音 所以他不在乎這些吃 不在乎這些喝 不在乎這些睡 不在乎這些我 因此他就到了山上 到了曠野 所以說這才是我的腳蹤 我的腳蹤在這邊 你們要來跟從嗎 跟從主耶穌的腳蹤是什麼 跟從主耶穌的腳蹤是不容易的 你要去跟從他嗎 你要先放下你自己所擁有的 這件事是一個最不可思議的事情 越來越多的考學要發現的這件事情 瑪雷福音四章二十節有這麼一句話記載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他們是誰 他們是彼得 安德烈 雅各 約翰 聖經裡沒有記載的 大家都以為約翰很有錢 其實不是的 彼得也很有錢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約翰 他們四個是合夥做 他們是合夥的傳統 很有錢的 所以第一個 他們把所有的財產立刻拋棄了 先要放下你擁有的 聖經裡面這一段沒有記載 他們不僅是捕魚郎 他們不僅是漁夫 他們還是傳統 他們還是合夥人 他們有很多船 他們有很多幫他捕魚的人 他們有很多的財產 這是一件最不可思議的事情 到我們慢慢往下看的時候 我會發現到一個 因素出來跟從我的說 這些人怎麼會立刻就拋棄了 這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神機 就拋棄了他了 先要放下你所擁有的 我講一件 五十年前發生的事 那個時候我們都要上成功嶺 在我們那個年代 可能菲律斯不知道什麼叫做成功嶺 成功嶺就是當兵 我們要先去當兵 我們考上大學以後 大學以後 不是大學以後 我們要先去受軍隊的訓練 我們要受軍 受多久呢 要受好幾個月的 最少要有八週或到十二週 在我們那個年代 是一個很強烈的有國家意識的年代 很強烈的有我們可以隨著去當兵的年代 尤其像我是眷村長大 我們非常有愛國的情操 那麼 我記得我們在高商的時候 讀過 讀過 一篇 一篇那個 那個 哎唷 我突然忘記那個名字 這個 七十二烈士 林决明是不是 是林决明嗎 對 給他太太的 女性 大家都會被第一段話 親親意印如物 就是簡單來講 我親愛的老婆 看到這封信好像看到我一樣 好 我們那個老師很感性的 把這篇信 信念完以後 突然間問了大家 他說 你們知道 當年 寫這封信的時候 林决明他幾歲嗎 二十四歲 他說 他這個是遺書耶 好 你們願意學他嗎 沒有人舉手 你們學他就 學他就代表什麼 可能要捨身取命的 可能就要寫遺書的 但是 大家都很喜歡 大家都很佩服他的情操 好 等於說 去追尋他 去追尋他的事蹟 可是不想跟從他 所以追尋角度跟跟從角度是不一樣的 好 這是我們那個年代 然後我們去上成功嶺的時候 我們的眷村裡面 有一個 他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一起長大的 也都是 我們都是高雄中學 南部最有名的高中 好 那一天成功嶺快結束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個人 叫林毅夫 可能適當知道 林毅夫 林毅夫突然間在成功嶺上 他要投筆從容 他已經考上台大了 大家都在報道林毅夫的事情 可是當年是兩個人不是一個人 當年在台上投筆從容的是兩個人 只是因為林毅夫後來真的去練了陸軍官校 而另外一個人沒有去練陸軍官校 另外一個是誰呢 就是我們村子裡面一起長大的 前幾個月 這個當年的所謂的少年出英雄的英雄人物 從美國回來 他後來到了美國去 退休了 我們還一起談起這件事情來 大家都是怎麼樣 相識於笑 當時在台上有兩個年輕人 要投筆從容 一個是考上 考上台大 另外一個 我這個朋友我就不講他考到哪個大學了 兩個都要投筆從容 第二天 結訊 結訊以後呢 哇表揚啊表揚很厲害 現在 那麼林毅夫是確定不要練台大了 他最後連蔣經國都召見他了 然後我們這個村子呢 我這個鄰居呢 我這個同學 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事 所以事後就沒有再報到 他的爸爸來了 他的爸爸從家裡面 從我們左營眷村趕到了成功嶺 他爸爸當年也是軍人 他爸爸來了以後去找了成功嶺的班主任 跟他講 他要投筆從容 他同意了 可是 他的老子沒同意 他爸爸不同意 要簽字 他爸說我不簽字 就當場把他帶走了 把他帶回家了 所以前一天的兩個人 後來事後為什麼只抱到一個人 我們這個鄰居呢 事後怎麼樣呢 被他爸爸帶回家管束 乖乖送他來到台北去練大學 所以這件事情就到此 無疾而終呢 所以這次他回來的時候 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令尊真有眼光 當年沒有讓你去投筆從容 所以大家都以為只有一個人 其實是兩個人 只是我這個鄰居後來 他爸爸堅決反對 他爸爸只講了一句話 我已經報效給國家了 讓我的兒子去走另外一條路報效國家 所以他後來真的也是大學畢業到美國 後來拿到博士 那麼在美國一直工作到退休為止 絕口不再提當兵的事情 我們的結論是 如果當時你當兵了 你現在怎麼樣 對不對 以我們現在台灣的狀況 所以林毅夫後來為什麼 為什麼又會游到對岸去 他最近有寫了一篇 他當年的一些回憶錄 我又看了他的 為什麼 因為跟從 跟從我們的國家 報效我們的國家 你要放棄所有 所以跟從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你要跟從 你就必須先放下你的學業 你就必須要放下你的台大 你就必須要放下你所考上的大學 你要去從軍 所以我們回頭講 彼得 安德烈 約翰 雅各 他們是多麼的不容易 主耶穌一生呼召 他們就放下所有人 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同樣的對比 耶穌對少年人說 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你還要來跟從我 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我們要看 這是兩個對比 跟從主耶穌是什麼意思 你要先放下你自己所有的 所以難怪我們大部分的基督 喜歡去追尋 而不是去跟從 追尋容易啊 追尋好像去景點一樣 到景點去打卡去拍照 你要去跟從你要先放下 追尋有點像去旅遊啊 跟從不是啊 跟從的第一個事情 是放下你擁有的所有東西 所以彼得才會問 我們將來會得什麼賞賜呢 主耶穌跟他們說 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可是當時的場景誰知道呢 對不對 彼得說我現在有這麼多條船 當時那個船啊 一條船是好 一條船大概最多六個人 大一點的可以到十二個人 他們是合夥的 他們有不少船 可是他拋棄了 尤其我們在讀約翰福音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約翰拋棄的時候很有意思 約翰把他現在所有的東西 交給他爸爸 他就走了 所以大家都以為約翰很有錢 約翰是有錢 家裡是不錯 彼得家裡的環境他們是一樣的 當你去了加白樓 你去看到彼得住家的時候 幾千年前 三千 三千年的左右了 彼得的房子就已經是三十平 跟我們現在一樣了 代表什麼他那時候環境很好的 他拋棄了 什麼是跟從主耶穌的角中 你要先放下所有的 你所擁有的 你要再放下自己 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節 主耶穌說什麼 若有人 他要跟從我 就當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跟著主耶穌的角中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一輩子 只是在追尋主耶穌的角中 其實沒有真正跟從過 因為你放不下自己 什麼叫做舍己 所以馬可福音十三十九節說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門徒 這句話其實是一個警告 一個警訊 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受洗了很久 我們是個老基督徒了 但是主耶穌是說 你有沒有放下自己 沒有耶 最不容易放下自己的是什麼 我們的尊嚴 我們死要面子 最近帶教會的弟兄姐妹查 這個沙姆爾記上最後一章 三十一章 我們查到 然後 扫羅兵敗 自殺 扫羅死的時候要死得很完美 因為他死要面子 他說我要自殺 免得被菲利斯人羞辱 所以他就自殺了 哪裡曉得他自殺以後 菲利斯人把他的頭給砍了下來 讓他屍身跟頭一起掛在城門上 我就讓你死得沒有面子 尊嚴是讓我們所有的人 都沒有辦法放下自己的 我們必須講 我們常常講說 給點面子好不好 給點面子 什麼叫給點面子 是不是 給點面子就是怎麼樣 讓你有點尊嚴 當然 我們要尊嚴不是錯事 但如果我們把尊嚴放在第一位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放下自己 所以主耶穌才說 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這個舍己不是讓你死掉的意思 不是 我們待會往上一起來分享 主耶穌說如果不背著他的 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 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我們看主耶穌給門徒洗腳 是放下尊嚴 我曾經看了這一段 我就在想 我教書也教了幾十年了 你要我去給學生洗腳 唉呦 這怎麼可能 學生洗我的腳也可能 我洗學生腳不可能的事 只會給學生洗腳 對不對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放下尊嚴的意思 這個己啊 其實攔阻了很多人 跟從主耶穌 我們常常會講一句話 哇 看你這樣子 我怎麼可能會信教 我怎麼可能會信主 確實是如此 我們的己 我們的尊嚴 我們的面子 那麼讓人家會拒絕 去跟從主耶穌的教中 所以我們的己才真正是攔阻 我們跟從主耶穌的教中 我們看左邊這張圖 這個人沒有穿鞋的 你去看他是光著教的 當然他有可能是走在沙灘上 他要你跟從主耶穌 連鞋子都沒有 這才叫做跟從 你什麼都沒有了 你去跟從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極其不容易的事情 十字架 耶穌定十字架的時候 台下的那些群眾在喊什麼 在喊除掉他 除掉他 所以悲十字架是除掉自己 悲十字架其實是捨己 所以保羅才說 向著世界他自己是死的 是什麼意思 我已經把我自己一切都放下來了 都放下來了 所以我們要跟從 我們要跟從主耶穌的教中是什麼 跟從主耶穌的教中 叫放下自己 其實在佛家也常常講 常常講這句話 他講說怎麼樣 你要先放下 我們基督教講的放下是怎麼樣 你把你自己的尊嚴放下來 你如果 尤其去傳福音 傳福音常常講 傳福音是很沒尊嚴的事 我不曉得牧師有沒有聽過 我常常聽到 我看你們傳福音就必須哈腰 很多人是彎不下這個腰 沒辦法把這個福音發出去的 沒有辦法的 那麼最近選舉的時候 我看了一張圖片 我看到那個靈良堂的周神祝牧師 在街頭上幫一個候選人發傳單 我看到這件事以後 我突然有個想法 我那時候好想衝動問一下周神祝牧師 你有沒有在街頭發過福音傳單 你為了候選人你可以發傳單 但你有沒有在街頭上 他可能有我不知道 我並不曉得 我只是有個中洞 而且我還收到不同地方發來的 看到周神祝牧師在路口發傳單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他如果同時發這個福音單章 不是更好嗎 是不是 這叫捨己 這叫面子 而且我們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主耶穌要我們背的是自己的十字架 每一個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樣 有的人的十字架可能是他所擁有的財產 可能是所擁有的事業 可能是所擁有的別的 但主耶穌說你先放下來 我是要你跟從我的教訟 不是要你來追尋我的教訟 我不要你來平調 我要你來跟我 所以主耶穌講的是follow me follow me你來跟從我 我們看主耶穌為什麼要留下那麼多的教訟 因為那些教訟啊 是給我們基督徒做榜樣的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在聖經裡面有答案 我們剛剛看了那麼多的照片 看了那麼多主耶穌留下所有的東西 所以彼得他深有所悟 他三次不認主以後他了解到了 他的老師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地方 留下那麼多的事蹟 所以彼得才會寫下這麼一句話 你們蒙遭原事未辭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教訟寫 聽說你們為什麼你到了耶路撒冷 你到了一個聖城 最近好像台灣有一個雜誌 做了一篇報道 他說他們到耶路撒冷去做了一篇報道 他說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城市 像耶路撒冷一樣 當你見到耶路撒冷 你所看到所有事情好像都是為一個人留下來的 就是為耶穌留下來的 到處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腳中 到處你都可以看到神蹟 到處你都可以看到 他走過的地方睡過的地方 到處都是 他說光是這一個就給他們這些寫報導 寫專題報導一個極大的震撼 他說我不必去問路人 我也不必去問住在那邊的人 我光用我的眼睛我就發現到一件事 這個耶路撒冷好像是為基督教的主耶穌留下來的一個城市 到處都是他的腳中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主耶穌留下來的腳中 不是要我們去追尋 是要我們去跟從 所以他才說我給你們留下榜樣 是要你們跟隨他的腳中行 你去看苦路十三站 到處都是他的腳中 你到了骷髏地 你到了哥哥他 還有你到了聖木堂 你到了花園牧種 到處都是他的腳中 而且好多好像是昨天才發生過的 從馬利亞被呼召開始 一直到了耶路撒冷幾千年過去的 這個專欄的作者講什麼 他說我感覺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 他說沒有一個城市會讓我這麼大的震撼 他先說他不是基督徒 他我只是去做這個 因為三年三年了開放了 但是他知道一開放以後 耶路撒冷好像是秒殺 酒店就滿了 只剩下馬朝 沒有了只剩下馬朝去誕生的 所以他說這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去看主耶穌所走過的 那是一個榜樣 所以彼得到最後 他從一個船東 一個漁夫 一個捕魚的人 跟隨主耶穌三年半 他知道原來這些都是為了要給我們留下榜樣 叫我們去跟隨他的角中行 而不是去追尋他的角中去做平調 這兩個有天壤之別 所以在以色亞書52章7節早就預言了 那報家因傳平安報好信 傳救恩的對喜安說 你的神做王 這人的腳登山何等加美 這人腳登山 主耶穌每次到了曠野就去登山 在那邊去徹夜禱告 尤其到最後一頁 主耶穌被賣的那一頁 到了感染山 他三個最心愛的門徒都已經怎麼樣 眼睛已經睜不開了 他還在那邊禱告 這人的腳登山何等加美 這就是主耶穌給我們所留下來的角中 要我們去跟從他的原因 不是去追尋的 所以沒有聖誕節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哪一邊聖誕 沒有聖誕節 這是一個加美的腳踪 羅馬書九章十五節說 如今上所記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腳踪何等加美 報福音傳喜信是什麼意思 就是去跟從主耶穌的腳踪 跟從主耶穌的腳踪 他沒有怎麼樣 他沒有枕頭的地方 他到處去傳福音 當然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些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傳道人的一生的苦 主耶穌說我會讓你們得人 不是讓你們得財富 所以我們的牧師 我們是知道 當你們選擇這條路的時候 是一個很辛苦的路 但是你們是從追尋到去跟從 開始去報家音 開始去報福音 開始去傳喜信 所以聖誕節是一個紀念 紀念 雖然不是主耶穌真正出生 因為真的沒有人知道他哪天出生 但是這一個出生的意義是告訴我們 不要再追尋我的腳踪 你們來跟從我的腳踪 我們基督一生真的很短暫 非常的短暫 一轉眼就煙消雲散 如果今天施雲湯不來 我們這邊平均的年齡大概就是200多歲了 施雲菲利克斯來降低了我們平均年齡 但是我們真的要講 我們已經到了籃球下半場的四分之三都打完了 連剩下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都不到了 那麼我們是要繼續去追尋主耶穌的腳踪呢 還是把我們剩下的時間趕快去跟從他的腳踪 聖誕節快到了 祝福大家 願上禮祝福 好我們一起低頭倒道 親愛的天父 當每年的這個時候 你要我們自己在 警醒 你的誕生是要我們去跟從你 我們是你的選民 是你的移民 我們也知道 未來得救的人數並不對 審判從自己的家裡開始 所以在聖誕節的時候 讓我們特別的去紀念 你的腳踪是要讓我們去跟從 不讓我們去追尋 保守我們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屬於你的子民 所有的基督徒 在這短障的人生當中 讓我們好好把握 你給我們留下來的榜樣 祈禱福音 奉承的您感謝祷告